那就是我们理解 就是说当然可以理解 防疫优先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 对自己的国民 它还是有一个责任 要去保护自己国家国民的 一个生命健康财产的安全 比如说像我们这次政府 针对血友病的母子 他就特别做了一个 就是专机的 就是特别的规划 让他们能够回到台湾 但是呢 为什么生病的人 不能够回来 他如果真的是 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话 这部分来讲 是不是就算一开始初期 可能有所谓减疫 或是医疗量能的一个限制 可是按照陈时中部长来讲 他说了 台湾目前的减疫量能 是提升了 如果未来就是说 看起来我们的减疫量能 我们的医疗量能 是可以去应付的话 这些真的有生病的国人 是不是有可能 有一个特别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规划回到台湾呢 那老师的看法是怎样 我大概分几点 第一点 如果是人道救援 这是一定要做的 因为他是台湾的国民 所以一定要保障 他的生命安全 这是无可厚非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到 包机到日本 跟包机到大陆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政治因素 其实两个困难度 是不一样的 那我相信我们的政府 已经花很大的力气 在做这个交涉 那怎么样进行 是最好的 那刚刚主持人讲到说 生病 那我们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发烧不让他上飞机 是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那是密闭式空间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次回来的时候 有一位被确诊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部长流泪 因为他害怕什么 全部能被感染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种考量 其实在我们的健康 以及包机的安全上面 做第一个筛检 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密闭空间 又有几小时的飞行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避免 这个状况产生 并不是说 他生病发烧了 为什么不让他上飞机 对 那当然我们国家提出来 有几个生病的人 譬如说 有那个要洗肾 或者是血友病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是 要让他立即回台湾就医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好 今天下午 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他宣布 台湾今天单日 新增了三个案例 而累计确诊的病例 是来到了53人 新增的三个案例 还有案47 48 49 都很恰巧的 一致都是境外移入的 一个病例 而且呢 都有欧洲旅游史 那也引起 疫情指挥中心呢 也在就是宣布了 就是从3月17号开始 欧洲深耕区的25个国家 以及英国还有爱尔兰 还有就是杜拜 他的疫情的一个旅游的建议呢 他会提到了第三级 另外呢 就是在美国呢 他的疫情也是在发烧中 全国有46州 以及华盛顿的特区 都已经发生了病例 而且其中呢 是有20州是进入 所谓紧急的状态 也因此呢 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 今天开始 美国华盛顿州 还有纽约州 以及加州 他的旅游疫情建议的等级 都升到了第一级 那其他州呢 则是维持 升至到第二级 那其他州呢 则是维持在第一级 那我想请教就是邱老师 再回到你这里 就是这个疫情的一个 全球的大流行 也就是会加强 就是国人出国的 这样一个感染的风险 那国际旅游疫情 它有这样的第一啦 第二啦第三级 它到底有什么用意 它到底希望能够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呢 第一个当然是以国人的健康为最重要 第一个我希望警告或者是警示 哪一些国家 其实目前有潜在的风险 以及它的危险程度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会分三个级来进行 那另外呢 为什么会第三级 因为如果你从那边入境的话 表示你已经暴露到 最高危险的地方 那所以回来请你居家隔离 14天 我们是要做这个区分的 所以我们国家为什么今天会马上改变 这样的欧洲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三个个案 都来自于欧洲的 所以可见的 你去玩一下就暴露了 可见的那个地方 目前的一个高风险的状况 所以国家会马上依据目前的讯息 来做一个更动